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再掰一套 我算一下 有点难算 因为可能二三十个跑不掉 因为我大概就是早上五点起来嘛 那就是早上先去送一轮车就四个行程了 然后再来就去站路口 然后去公园 然后去市场 凌维寿命跨区参选 准备时间比别人短 只能靠行程密集度来冲 但怎么冲 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 市场人人在扫 怎么加深印象 互相就是最好的年酌季 承接前辈赵天玲的选战资源是优势也是责任 仔细一看 一早扫市场 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位里长陪同基层组织站实力坚强 不在话下 运作方式更是严密 他的速度超过我们里长们的想象 那所以有甚至我们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那有另外一个里长马上打电话来 再为行程 所以整个节奏感会很快 黄杰跨区参选 丽云的资源也溢注 上次在竞选总部就直接使用赵天玲的服务处 现在除了招牌以外 文宣全部都已经换成了黄杰 竞选看板上大大的赖清德 一进门就看见穿着陈其迈外套的大雄 再加上竞选总部里物资成堆跌放 党内贯注的资源肉眼可见 很难想象 其实黄杰入党还不到半年 甚至在刚接替参选时 基层还传出不满 从刚开始提名 我们在地的很心理因素 感情因素不平衡 那这段时间 他也很努力在每一个大街小巷市场入口 那这些努力 我们里长们都看在眼里 戒慎恐惧 就是也不敢放松 没有说开心或不开心 反而是都觉得每天都有一种 很严肃的感觉 高雄第六选区横跨新旧高雄市中心 由新市住宅大楼为主的古山区 延城区 还有传统透天错为主的前金星星 以及林亚区 不同形态的选民作战策略 当然也不同 民居选民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造势活动 邀请来大咖站台必不可少 如此才能把选战效益返回到最大 用热烈的掌声表达 对美亚的支持好不好 好 韩国瑜曾经在古山区赢过程其曼一万多票 靠着大咖加持是陈美亚的优势 难以接触的北高雄新大楼区选民 靠母鸡重生响 但到了南高雄旧社区 还是得靠长期耕耘 其实我们这些年来都一直有在经营 我们的前金星星林亚古山严城都有 那甚至我们的对前星林的 这个服务案件也超过一万件以上 我对抗的不是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我对抗的是整个的民进党 他们全部的资源 但绿云在这儿也不是躺着旋 喜乐岛联盟主席郭贝宏宣布参战 其许能修宣证明 还获得时代力量支持 让绿营铁板选区面临分裂 根据十一月公布的一份民调 黄杰取得百分之三十六点八支持率 陈美亚则是百分之三十二点五 喜乐岛联盟郭贝宏拿下百分之九 蓝绿差距只有百分之四点三 感觉我是他们的一个 很期望很高的一个候选人 他们认为说高雄要破弹 我这个选区 古山沿城前进信心云雅 是高雄市最有机会 勤恳努力是基本嘛 就是该跑的一定都是要 用最大的体力 用最大的诚意来感动大家 大家看的就是哪一个人 比较能给这个城市带来希望 是选区老将成功逆袭还是天将神兵顺利接棒 高雄第六选区的终局之战才正要开始 华市新闻张智人红绪彭冠林送一张张俊慧 高雄专题报道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